出家人不是让你有20年修行的功夫 而是你出家一天 整个社会就要求你的威仪 外表 所以我施工最重这个 你只要出家一天 走路吃饭 只要在有人的面前 你表现不好 出家人也会看不起出家人 因为你走路威仪不好看 吃饭不庄严 人家也会讨厌你的 那你就是在伤害众生 吃饭也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要刚刚好 任何时间都一样 意思是说你在这个有情众生里面 你马上要表现 让有情众生 包括无形的有情众生 从心里面都佩服你 要了解吗 都佩服你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要 想要出家了 我师父说要无形众生都佩服我 台湾的大庙小庙 我都跑去拔杯 问这个土地公 你看我适合出家吗 什么光公 什么天上圣母 我都去问 你看我适合出家吗 都是我杯 特别光公给我六个 连续六个 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意思是说 非出家不可 但是至少我认为说 你们盖印章说 我可以出家 我才出家 因为我们出家是 想要为众生 得众鬼神亲 我最喜欢这句话 念一下 得众鬼神亲 所以你要做到 连无形的鬼神 都尊敬你 那你才出家 所以我话要讲回来 你旁边还有没有堕胎的 累世人亲在主 堕胎胎 你出得了家吗 所以你要让这些鬼神 都尊敬你 所以那你 他倒过来成为你的护法 那倒可以 但是如果 当然有一些 冤心在主不是累世的 是因缘碰到了 他求你帮忙 对不对 像各位现在受菩萨戒了 你要开始 开始有感觉了 什么感觉 一下头痛 一下脚痛 你明天说 有人要去纽约 开始就粘到你一大堆 这代表 你身上有光 对不对 他求你帮忙 那你求你帮忙 你要生起一个悲心 功德回向给你们 因为你们也要 靠你自己 真实的念佛 发布你 你要跟他说法 你要跟他说 就像你安慰baby一样 该跟他安慰就安慰 你也不能说 一直用你的身体 然后呢 让他一起 付付付付付付了一大堆 付到你倒掉 然后我们互相努力 一起进行 对不对 互持三宝 所以但是不要把痛苦 依赖别人 不要说无形 有形的也会把痛苦 依赖别人 我从出家到现在 将生三十年 有些人到现在 还在依赖我 他从不修行 天天拿钱给我 叫我帮他超度 不像我帮他消灾 好像都是我的事 跟你无关 这种依赖式的修行 那你都不想自己 解决问题 思维空性 升起大悲性 但是你既然发了心 那当然 只要世间有苦 那就要主动的承担 但是我们往往能力不足 所以我只能说 当然有人跟我说 师父修行有一点苦 那本来就有苦 但是苦的很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你不修行 百苦一场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往生极乐世界 绝对不是逃避 你说我世间很苦 我去净土就好了 这样子品位太低了 但是究竟还是会成佛 慢了一点点 如果一个真的 发悲心菩提心的人 他是希望念一下 找回娑婆 度众生 早一点回来 早一点 到极乐世界 你可以修到最高的 一身补促一样 是吧 一身补促菩萨 但是那你 你也不能等太久 你要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轮回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要等到他荣华三会 太痛苦了 老实说 你的爸爸妈妈 而你痛五分钟 你都快发疯了 你要有那个绝受 所以要让这些 轮回受苦的 早一点离苦 那你只能真实的发 无上菩提心 广修功德 愿往生净土以后 正愿再来 就像很多祖师 他们都发愿 愿我死了以后 直接下地狱 度众生 因为地狱太苦 但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知道他这个大悲心 现在下去不行的 会不会烫死 会痛苦死 就像我堂哥在世的时候 他常批评我 你发菩提心 我什么意思 捐一个圣给我 我说我考虑一下 我说我考虑考虑 结果他死了 我还都还没捐给他 这个有点困难 他经常这样批评我 堂兄弟 这个很困难 所以就像叫我们去 捐骨髓了 所以有时候 说跟做是两回事 就像我每次 在被针灸按摩的时候 我就问你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痛 因为我在痛 因为不是众生在痛 但是后来 要讲惭愧心 赶快忍 你要是真实承受众生的痛 你就挨不出来 你会吞下去 但是 知而行知 现在千万不要把佛法张知见 我只有知道 但我没有在做 你没有做就没有利 在佛教里面叫利波罗命 你要产生这个善根利 功德利 你才能够法利无边去利益众生 所以你要去实修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为猎物接生的狮子 在非洲大草原上 每天都会上演弱肉强食的故事 摄影师为了记录非洲狮子捕猎的过程 已经在这里守候多日了 我们已经在这里守候这么多天了 怎么还没拍到你想要的片子吗 还没有呢 我想记录下狮子捕猎的全部过程 可是这几天去一直没有成功 不是你没成功 是这几天那几只狮子一直没有成功 我也看到了 这些天 它们好像就一直没捕捉到猎物 是啊 不过我想这些狮子一定会成功的 你看 那头猎狮子似乎是在寻找适合捕捉的猎物 哦 你是说那只猎狮子 我认识它 它刚从动物保护组织那里放回来 哦 是吗 动物保护组织救过它 嗯 可以这么说吧 这头猎狮子的运气可不怎么好 四季说起了那头猎狮子的故事 原来几个月前 几位动物保护者在草原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这头猎狮子 哎呀 那里有情况 好像有一只狮子受伤了 我也发现了 赶快过去看看 是一头猎狮子 它好像在分娩 哎呀 糟糕 它好像遇到了难产 的确 它难产了 这样下去的话 它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死掉的 我们要帮帮它 可是 我们两个人 都不会接生啊 那就赶快打电话 向总部求助 你别害怕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很快 动物保护组织派来了一位兽医来协助 来了 总部派人来了 这里 我们在这里 医生 快 那只狮子难产 情况好像很危急 好的 我这就去看看 别怕 它是医生 它会帮你把孩子顺利生出来的 放松一点 不要害怕 医生 情况怎么样 很不乐观啊 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估计 它肚子里的孩子很难保住 我尽力吧 可惜的是 这头母狮子 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保住 都死掉了 它的身体也非常虚弱 没办法 小狮子保不住了 现在 这只母狮的情况也不乐观 我们要将它带回到保护中心去治疗 否则 它也会死掉的 嗯 好的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你跟我们走吧 否则 你也会死掉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 这只母狮子便被放回了大草原 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又见到它了 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这头母狮子 它发现 这头母狮子将自己隐蔽在了灌木丛中 这是捕猎前的准备 母狮子将视线锁定这只母羚羊 它全神贯注地盯着猎物 等待着攻击的攻击的最佳机会 终于那只羚羊来到母狮子的攻击范围 时机到了 母狮子凶猛地从灌木丛中窜了出来 一下子将那只羚羊扑倒 然后一口咬住它的大腿 看来今天我能够拍摄到完美的狮子捕猎的照片了 这只母狮子咬伤了羚羊后 便趴在一旁大口喘着气 诶 它咬伤了猎物怎么不吃啊 刚刚做了那么剧烈的运动 自然要休息一下 你好好看着吧 那头母狮子休息完后 便会享用美食了 你真说对了 那头狮子来到灵我身边了 呀 它好像开始要吃羚羊了 这就对了 嗯 天啊 那头狮子从羚羊身上拖出了什么东西啊 是羚羊的胃吧 不对 那绝对不是胃 天哪 这怎么会这样 原来 这只羚羊已经怀孕了 母狮子从这只怀孕羊羊身上 拖出来的是一只尚未出生的小羚羊 这 这是一只小羚羊 天啊 这只小羚羊竟然还是活的 那又能怎么样 这只小羚羊也会被狮子吃掉的 唉 是啊 可怜的小家伙 啊 它这是要做什么 它准备要杀死这只可怜的小羚羊吗 不对 你看 这头母狮子就像在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在安慰它 天哪 那头母狮子的眼中 那头母狮子的眼睛里 它这是将小羚羊的小羚羊藏起来啊 嗯 看见的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悲 海望洋 离他 逃世发 发水 成流远 几世 守永康 大悲 海望洋 离他 逃世发 发水 成流远